大家注意看 又到了吃大萝卜的季节 以后大萝卜不要总是做汤了 像我这样换一种做法 鲜香脆爽特别好吃 做法比和凉水还要简单 树上摘的大白萝卜 不用去皮 先切成粗粗的细丝 再切成大厚片 多撒上一些精盐 翻拌均匀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萝卜腌出水分了 然后给它攥干 把这个盐水留着备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 把萝卜洗掉盐味了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一直都没有收到您的小红星 上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 今天就给点一个吧 拜托您啊 最后把萝卜攥干水分了 准备一把韭菜 切成小段 原葱切成细丝 然后给它们倒在萝卜里 加上一包这个韩式泡菜专用酱 这里面什么虾酱啊 鱼露啊 成分都有了 什么都不用老铁们放了 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 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 19块9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把萝卜拌匀 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冷藏那更好吃 喜欢你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